要把那个刚刚 本来是写入部分 那不过刚刚是在那个Python的Council 你没办法放到那个网页上的话 当然输入不方便 不可能说把程式给人家再 他也不可能装Equilibus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是把它转换到Django 可是第一个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让他有一个表单 所以第一个我需要做一个表单 我名称叫这个Skofone 底线DB好了 用这一个 然后底线的话基本上 就是一样我Mensure用get 不过将来这个Mensure 你也可以改成用pulse 然后action的话是给谁呢 给这一个 所以基本上action是给 会有一个对应到的一个function 就是叫Skof底线DB 我分别产生两个test 就是让他输入 最后一个送出的一个表单 OK 所以这个表单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刚刚有讲过 接下来的话我就是 在URL上面多增加一个 叫Skofone的DB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就是在我们URL上面 只要再增加一个叫SkofoneDB 后面记得加一个斜线 没印象中 有时候忘了加这个斜线 还会出错 OK Enter 跳出来了 第二步的话当然就是什么 当他输入什么 输入AAA 然后他的成绩 按送出的话 一样 刚刚我们是在console上面输入 现在的话是在表单 不过结果应该需要一样的 也就是可以让他接到之后 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将来那个资料库 也可以让他们存取 也可以读出来 可以写进去 也可以读出来 所以待会练习我们主要是 练习什么 写进去 用表单 然后读出来 绣在表格上面 再来多增加一个删除跟修改 我想 如果你直接会 你做留言板应该没问题 留言板也是这样 有没有 你的名字 你要留什么言 要不要写进去了 对不对 我觉得差不多 只是改一下栏位而已 你要多几个讯息 不也差不多吗 对不对 所以不是写就是堵 大概是这样的 你说购物车不也差不多 一样也是这 这四个方法逃不了 OK 所以按送书之后 不知道程式写了没有 按送书 送书之后的话 应该要跳出一个新增资料成功 所以我就把什么 把 这一个地方有没有 丢给谁 一个构底线db 然后传给他两个东西 应该是三个东西 如果发展这个可以不用管 因为这个一定会加的 主要是这个A A指的是A栏 B指的是B栏 OK 分别是他的名字 跟他的成绩 然后接到之后 帮我写到资料库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写了一个 主要 刚刚第一个 我们是在那个什么 templates 按右键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file 名称就是这个 就是我刚刚这个已经加了在这里 我把它open一下 就是这个 第一个 第一步就是加一个template 第二步的话 就是当他按送书之后要给谁接呢 给这个 所以你必须要产生view里面有一个 scope 底线db的东西 所以scope.底线db的话 在这里 不过在这个之前 可能你还需要有一个什么 需要有一个把这个表单叫出来的一个方权 这个方权很简单 就是render request 豆点把这个网页叫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有他 那我在URL上面也有一个这个 他就可以帮我把表单叫出来 所以把表单叫出来 第一个先建表单 第二个把表单叫出来 第三个在URL 再建一个 这个路径给他 一个连结给他 ok 所以这个是表单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action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建表单 所以表单也要有三个东西 第二个的话action 就是当表单按送出要交给他 所以再来你可能views里面要加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scope.db 里面的话实际上我是把刚刚的程式 那一段程式全部直接把它call过来贴上去 改哪些地方呢 特别注意 改的地方关键点来了 我们connect 本来是直接怎么样 本来是直接就是这样子 磕色01.db 那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会自动放在我们根部里下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后面的部分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我来想说因为 Jungle里面他有自己套建资料库的一个新的技术 那我看了一下实在太复杂了 我想说我已经会用了我干嘛还要在学一个新的才能用你的资料库 所以这个地方我没有用他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们假设要学一个新的 你可以再花一点 不过真的很花时间 如果你不想花时间 你干脆直接拿我们这些讲的 但是要加一点东西 加什么东西呢 因为如果你写这样 他会放在 那个专案就是整个伺服器的最外面 而且他路径 会放 这个Database你会找不到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就跟Python一样 但是特别注意你必须要加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那一个 资料库 请你帮我放在哪里呢 请你帮我就放在专案的那个目录里面去就好 目录的哪一个地方呢 就帮我放在目录里面的同一个位置 所以特别说这边我加一个OS 目前的PASS DIR资料夹的名称的那个 file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现在这个这个module 我这个views的旁边 帮我把这个东西就帮我摆旁边就好 OK 所以特别说 待会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下 应该就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就可以找到了 写法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底线 底线这个法 这是它里面 这个固定的写法 就是那个档案 意思就是一个常数 那个档案的位置 OK 那就这一串 不过跟魏讲 光这一行我试了非常久 终于找到原来写这样就好 他就帮我把它写到这个旁边去 OK 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没做好 应该这一行真的是迷足珍贵 好 你们可以网路上找找看 不见的可以找得到 OK 或者有别的写法 我讲过了 我的写法是我习惯的写法 因为我就直接放在旁边就好 就这样写 其他还有改什么 没有 就是加一个A 加一个B 然后insert into 但是后面的部分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怎么呢 直接用那个A跟B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是A跟B 不过这里的话 因为是从那个表单来的 所以你必须第二个要改什么 改一个request getA 把它丢过来那个A帮我抓到 比如AAA 然后抓到97分放在这边 因为我是tester 所以前后都要单以号 这边都要单以号 当然如果你这个B 如果不用tester 你可以用这个integer integer的话就 就没有那个单以号 你可以把这个单以号拿掉 差别在这里 把它excue 把它committ close 并且respond一个结果 让我知道说 它已经新增成功了 OK 就完成 所以新增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slate出来 那slate出来的话 也是跟刚刚一样 可是之前我新增了 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话 要怎么样把它slate 所以我就是 把底下再增加一个slate 就是这个scope db slate 试一下给各位 刚刚填的 刚刚就填一个 然后我再填一个bb 那一样送出 然后新增成功 那一样多几笔 反正这个是测试的资料 随便打一下 送出 OK 好 假设三笔 最后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slate出来的话 那我又多写了一个叫 scope 底线db 后面加一个slate 这个function的话 一样也会 这边写好了 然后url也加一下 所以刚刚url这边有加 这边slate也有加 OK 那加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把结果列出来 直接把它enter看看 列出来 看到了 有没有 但是问题 现在还不是表格 所以下一个阶段 请你把它什么 改成表格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直接贴 我是用刚刚的方法 有点像prince 把这个roll 一个一个串接丢 那可是问题 请各位待会下一个阶段 再想想看 再想想看 把这个地方改成表格 表格的方法 不外乌前面加个table table td trtrtr td td ok 帮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用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以前会的技术 你可以继续使用 好处就在这里 ok 当然如果你要再学一个新的 我当然也不反对 所以下下礼拜 假如说你资料库 你有什么比较新的发现 你也可以讲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 你觉得我这个方法很好 你也可以去用 没关系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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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